五表四 我们看不见真有 能感觉到吗 能 什么叫五表四 我们曾经见过的 在香港 我们看到香港跟九龙的时候 这当中是海 是海水 我们都看见了 现在我们坐在这房间里 我们想一想 这个海下的水 能不能很清楚有这个概念 问你有没有四 有 你自己很清楚 别人看不得 这是物质 我们现在的念头 起心动念 这个念头可了不起 无论是一个善念 是一个我念 才动就周边发觉了 我们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 还原观上告诉我们 无论是物质现象 或者是精神现象 物质也有波动现象 任何物质都有波动现象 所以现在科学家讲 这个宇宙是个波动的状况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物质波动现成 精神也是波动现成 如果没有波动 精神跟物质都不存在 这个跟佛法讲的 宇宙万物的源起 就很接近了 佛经上讲 一念不觉 而又无明 从一念不觉 就起身些万物了 那一念就是波动 可是科学家 没有把那个意念讲清楚 佛经讲清楚 我们看到 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这个对话在 菩萨住胎经里面 这部经 有这么一段对话 佛问弥勒菩萨 心有所念 我们一般 反复 六道里面反复 心里的几个念头 佛就问 这一念里头 有几念 这我们想不到的 一念里头还有几念 谁能想到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这个 最聪明的科学家 也没想到 一念里头有几念 换一句话说 这一念是多少个系念组成的 那这个问的才有意义 有几念 后头接着问 有几项 有几项 有几十 像是物质现象 实是精神现象 佛问了几项 佛问了这么问题 是不知道啊 弥勒菩萨 一坛值 这一坛值的世界很短 我们这个世界人起一个念头 大概就是一坛值 这一坛值多少年 多少个系念 三十二亿百千年 单位是百千 百千就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十二亿百千年 我们中国人讲 三百二十兆 你看一坛值 一坛值 三百二十兆 这佛经上说出来 科学家没说出来 弥勒菩萨 念念成行 行就是物质 就是佛说的像 像分 阿拉雅的像分 行界有识 每一个行都有识 这就是识 物质跟精神 从产生的时候 就同识 没有先后 物质里头 一定有精神 精神里头 一定有物质 这个物质里头 佛经里头 有一个名词 叫五表色 我们肉眼能看到 是表 有表 这个物质现象 五表色 我们看不见 真有 能感觉到吗 能 什么叫物质 我们曾经见过 在香港 我们看到香港跟九龙的时候 这旁 这当中是海 那是海水 我们都看见了 现在我们坐在这房间里 我们想一想 这个海下的水 能不能很清楚 有这个概念 问你有没有死 有 你自己很清楚 别人看不得 这是物质 这就说明 精神里的物质 精神是什么 精神 受祥行使 受祥行使 是从哪来的 是从自性里头 本来具足的 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是信的 觉悟了 受祥行使就没有了 就转变成见闻觉知 迷了 见闻觉知就变成受祥行使 就这么回事情了 变成了 受祥行使 是六道凡夫的五种兽 这不是真的 所以佛在经上讲 我们的身叫无运 活活 沉了这个身体 这种缘活活 叫众生 一个人叫众生 众缘活活而生 这里头有色法 色法是物质 就是行 由受祥行使 心法 受是前五使 想第六使 行第七使 末后那个十 就是阿赖 精神 现象 所以 我们说 唯有无受 唯心 都错了 新武 童云 是一种事情 绝对分不开 我们动物 有受想行使 很明显 植物有没有 有 矿物有没有 有 很难得 日本江本波斯 水是矿物 他细心去观察水 水能看 能听 能懂的人的意思 有 有 见闻 就知 那是矿物 有 见闻 就知 我告诉他 不但谁 有 见闻 就知 所有 矿物 都有 见闻 就知 我现在 你只是 把它的 色 看到了 色相 看到了 它还有 深 香 味 这个 三种 你还没有 能够发球 你要好好 继续努力 任何物质 里 它有香 你能闻得见 它有味 它有人生 你现在 只看到 这个色相 那么这个就是 佛讲的 在三千年前 说得这么清楚 他现在 做实验 才看了一个 他 赔福了 原来以为 佛教是迷信 不敢接触 现在他明白了 他相信 谢谢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陀佛 我 陀佛 我 陀佛 陀佛